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在洛杉矶的台湾同乡联会 与建国百年美西南地区 球委会等多个社团 盛大的举办中华民国精彩百年 历史图片展 吸引了许多侨胞到场参观 现场呢展示了衣服服 及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片 也播放了中华民国历史的影片 让侨胞们深深体会到 中华民国这一百年走来的历史足迹 组织会场映入也年的 除了中华民国国旗的装饰外 就是一幅幅具历史意义的黑牌图片 这些珍贵照片与图片 算一算刚好一百幅 包括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政府签台 经济发展 民主政治到两岸谈判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8年 以及在台湾近60年的发展 这些历史图片 是由前全美台湾同乡联会 秘书长赵锡文所收集 取得过程相当不易 展出的相片 其实是包括了五个不同的时期 从我们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那一直到我们这个政府 它正式签台 然后在台湾 它所做的经济发展 民主进入 来到了两岸会谈等等 总共有这五大系列的这个相片 一共一百张 那刚好也是呼应我们中华民国一百年 在今年也是我们新海革命一百周年 我们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 看这个照片特别有意义 驻洛杉矶办事处处处长龚中成表示 相信活动将有助于侨民 更加体会中华民国建立之初 国父孙中山民有民智民享的民主共和国理念 中华会管副主席马国威 胜赞活动的成功 中国百年美西南地区 筹委会秘书长高启正 则呼吁侨胞为下一个一百年努力 我在这里要特别呼吁所有的侨胞 我们一定要跟政府站在一起 能够为今后的下一个世纪 下一个一百年 我们献上我们的努力 车长由洛杉矶多个社团 共同举办的中华民国精彩百年历史图片展 现场不仅播放国父孙中山 先总统蒋公与讲雇总统金国先生 原因谈话等影片 同时还有林爵民篇以及梦想篇 两段建国百年系列影片 让参观民众体会政府牵台之初的艰辛时光 而这项展览也将前往亚利桑那州 休斯顿佛罗里达州 纽约波士顿 多伦多等每家地区展出 预计持续巡回到年底 台湾文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